当我们不与别人在同一个时间竞争的时候,我们就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与自由,喧嚣与热闹中退出来,才发现生活仍然如此安静而美好。 不是生活在要逼迫我们像陀螺一样旋转过不停,而是我们内心的欲望太多太重,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,很多时候苦难往往是促使我们成长的重要途径。 事实上,我们每一个目标的实现,就得经历一定的磨炼,不经历一定的磨炼,就像行走在又干又硬的地面,是不会留下痕迹的,毕竟日后的花朵才更娇艳。 人生的路,总有几道勾坎,生活的味,总有几分苦涩,有些事,无能为力,就顺其自然,有些人,不能强求,就一笑了之,有些路,躲避不开,就义无反顾。 没有阳光,学会享受风雨的清凉,没有鲜花,学会感受泥土的芬芳,想要的多了,是不累,失望少了,会满意,微笑的眼睛,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,简单心境,才能拥有快乐心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